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高雄春季旅展正式开张 抢着在暑假的档期前 最后一波清明连续假期的商机 国内外的旅游业者都祭出超低价 又会促销 想出国的民众荷包没失血 不过有国内的旅游业者坦言 在国外的低价竞争下 专攻本岛及李岛的旅宿业者 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战 2024高雄春季旅展展场内 一波波的促销声 吸引了大批民众驻足为观 有的员工发送宣传单 用力推销自家旅游行程 也有业者以动态画面来呈现 介绍顾客想去的旅游经典 而不论是影像还是图片 消费者目光还是都会先对准 琳琅满目的费用价格 以及促销折扣 升点费用也能出游玩一波 当然是国外啊 因为国内的饭店价钱太高了 当然是去亚洲啊 当然啊 价钱如果跟国内差不多就是去亚洲啊 就是国内饭店的价格太不亲密了啊 因为国内住一晚就要一两万块 然后这样就可以去国外玩好几天了 国外吧 为什么 因为国内基本上最近这几年疫情 都玩得差不多了 然后想说 这线下疫情也比较缓和一点 然后机票价格也比较稍微降下来 然后想说去国外玩一下这样子 国外旅游市场摊位内 挤了满满的洽询民众 旅行业者趁着在暑假前 最后一波的亲民连续假期 将砍到建股的价格 推销给有意出国旅游的消费者 而这种杀到底的价位 对应到国内旅游业者 就显得有点招架不住 尤其是澎湖等领导 在没有特定节庆的活动举办 来吸引游客的目光下 恐怕在营运上 都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国内一般服务品质没有那么好 而且住宿方面也没有那么优 当然是去国外比较上选 我觉得优惠是必然的 然后再来就是 住宿的价格可以再降一点 其实国内的旅馆 其实用心找 也可以找到一些蛮不错的 但就是可能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力气 跟时间做功课这样子 国内还是有很多还蛮不错的景点 对 不管是大自然 或者是要去走那个比较文青路线的 都还是蛮多的 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 就是看你自己选择 因为可以就是花一点点钱 如果想要玩的比较奢侈也可以 目前国旅的部分当然是会感觉会比较累 是我们政府真的是要加强在国旅的这一块的 尤其就是要帮助一下我们澎湖这一段的交通上的一个短缺的这一些的问题 要加强的改善一下 虽然有人喜欢国内旅游 但多数民众普遍认为 国旅市场消费不够亲民 景点交通几成一团 美食小吃相识度又太高 价格竞争更是落后国外市场 究竟选择亚洲区国家旅行 时间金钱以及异国风情 感受相比国内 只要能彻底放松享受片刻间的惬意 才是游客心目中最佳的选择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由美国艺术家波西克所发起的红球计划 3月29日在台南市定古基风神庙接关亭启动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朝圣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 邀请大家跟着红球的脚步 共同游历台南的各个角落 又大又圆直径4.5公尺 重122公斤的红球现身台南 第一站就在风神庙接关亭 时间一到民众排队入场 每踢限制100人 可以摸他抱他摆各种动作与红球互动 还有小朋友戴上红鼻子 欢迎红球来到台南 我们这栋红球的隔壁 走高级的街头 我最想要来看 所以我们自己也找一个红球来这 做好事 这是国外来的艺术 所以特别要来想要参加国际新的 滑冬 蛮特别的 就有点中西跟美式混合在一起的艺术 这个算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估计 红球计划将连续10天在不同的地点展出 由美国艺术家波西克亲自走访挑选 希望让国内外游客深入浮沉巷 看中国的土豆 广泉春意 Moż 感受台南失败 这个东方的文化跟我们的宫庙宗教文化 能够互相撞击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美食区互相回应 为了爱护这些古迹 策展团队有针对不同的建物精算压力 连热胀冷缩与现场实地状况都有考虑 欢迎大家来追红球的同时 也欣赏台南古迹的美 记者有说怀谈的报导 桃园市政府自去年起推动LDCT免费肺癌筛检计划 找出了92人确诊肺癌及早治疗 日前市政府邀请受检民众分享心得 同时宣布今年持续扩大办理 还包含10年内二亲等内的血亲曾罹患乳癌者 新增的工业区工作10年以上的民众 以及居住在大型电厂周边高风险区域 40岁以上的市民 桃园市政府自去年起推动LDCT免费肺癌筛检 一共筛检四大罹患肺癌高风险职业足全25000人 找出了92人确诊肺癌及早治疗 桃园市政府日前举办费尽心思 桃园市扩大肺癌筛检成果记者会 并且邀请受检民众分享心得 在工业区工作的林女士表示 筛检确诊病开完道后 她也决心过上新生活 并且极力督促家人一起筛检 之后也会继续推广这项得证 自己要重新再活一次 好好的来面对未来 所以因为自己跟妈妈都是肺癌的患者 所以就希望可以推动这样子的肺癌筛检 所以就鼓励自己的哥哥姐姐 还有周遭的亲友都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肺癌筛检 那属性两个哥哥都没有事 他们也还有抽烟也没事 然后姐姐的话有一个姐姐也是会做后续的追踪 那希望今年度呢 我们希望把桃源市政府这么好的一个措施 也跟更多人分享 所以我应该会在公司里面再继续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扩大筛检的计划 在工厂工作的傅先生没有抽烟习惯 也注重空气品质 但是在筛检后发现了恶性肿瘤 病情已经稳定控制 傅先生表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得到肺癌 感谢政府的政策让他及早发现治疗 可以继续照顾家庭 原本是三个月追踪 现在已经变成半年追踪一次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慢慢心中那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反正我就是定期回医院追踪就好了 那我很感谢 就是师长 还有整个师傅团队 我都很感谢 然后就是我还可以 就是照顾我的家庭 还有我两个小孩 副市长王明俊指出 肺癌蝉联十年全国癌症死亡率第一名 根据统计 女性离肺癌几率还高于男性 政府投入预防医疗的成本 能以保证经济生产力高度回收投资 台大工卫教授陈秀希也指出 台湾健保8800亿有1400亿在这 肺癌就占了230亿 陶原市扩大肺癌筛检政策 也获得了国际的高度肯定 其实我们把这个资源跟经费 花在这个预防上面 花在早期筛检上面 我们每投入一块钱 其实可以省掉或者赚回4.6个元 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亚洲目前这个女性的肺癌 非常高的情况之下 这一项德政我相信是全世界 连英国的教授都认为 这是我们亚洲第一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但可以节省国家 在全民健保的资源 也替我们的家庭的生计 家庭的生活品质 甚至于照顾工业区的经济生产力 让我们国家呢 可以更推向我们的经济发展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除了经济发展之外 我们的健康是第一 张山珍市长也在记者会宣布 今年桃园将持续推动 免费的LDCT肺癌筛检 除了原本的四大类 还扩大包含十年内 二等轻内血清层罹患乳癌 新增十八处工业区工作 十年以上民众 以及大型电厂分化炉周边 高风险区域四十岁以上的民众 并且呼吁大家戒烟守护家人健康 首先工业区的数量 我们会扩大 换句话说 过去十年 曾经在工业区 一直在工业区工作的 桃园市民的 这个工业区的数目 我们扩大 第二 去年我们发现说 过去十年 曾经有过这个乳癌病史的 乳癌 这个乳房跟肺部非常接近 所以过去十年 有过乳癌病史的 其实得到肺心癌的风险 也是相对的高 这个也是刚才 陈教授告诉我说 算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发现 第三 就是吸二手烟的女性 换句话说 如果老公在家里面吸烟 老婆不吸烟 但是很可能 女性吸二手烟 得到肺心癌比例 是相对的高 所以我奉劝 如果说家里面 有老公吸烟的 赶快戒烟 因为你要顾到 你太太的健康 桃园市推动肺癌筛检计划 不仅守护民众健康 市府也为合作医院 添购引进人工智慧判读系统 让医生能更有效率 而且精准地解读筛检结果 提高早期侦测跟治疗的机会 让筛检服务更完善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踊跃申请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基隆市推动电动车补助方案 放宽范围 只要是年龄20至45岁的民众 不需要救车也可以申请 原本要求的公益服务时数 也改为鼓励性质 资费选择也变多 好康的条件 在3月29日申请 第一天一大早 就有许多民众 在虚公所外排队 甚至有人清晨5点就来 首日就超过1300人提出申请 一大早安乐居公所还没上班 外面就已经排满人潮 有的清晨5点就来排队 开门之后座位都被坐满 民众低着头写资料 全都是为了订动机车而来 我觉得蛮优惠的 而且是基隆市的活动 所以就想说 因为我现在带小孩 我早上就是想说起早一点 我也晚点就可以过来申请这样子 目前有带工作吗 做完全是家庭主席 我目前的话是留职停行 然后所以之后可能会工作 然后想说有一台电动车 也比较方便 因为也想把自己的邮车换掉 现在邮费太贵了 我是没有集车 只是因为想说通勤的话比较方便 因为都在基隆工作 对然后想说 基隆市这个提供这个雷飞机车 就来申请 有个零元的方案 对就蛮优惠的 怕民众等太久 9点正式接受申请时间 还没到安乐区公所 贴心让民众坐着休息 顺便填写资料 门口 门口重变站一块设计 左边有一个停车场 一个中华的设计站 他们跑了 那另外一个新增的第二个 第二个停车场 他会有两站 两个留 在区公所门口的两个 同样在信义区 一早也是大排长龙 金融市电动机车宣布放宽范围 不只年龄20到45岁 不需要旧车也可以 如果想要太旧换新 还会有一万元奖励金 原本要求的公益时数 也改为鼓励性质 自费选择也变多 29日开放民众申请 选599那个吧 因为我比较长期 0元那个太短了 我们电动机车 申请2.0的正式开跑的日子 那所谓的2.0的电动机车的政策 是其实零支费跟低支费 其实是家会更广大的青年好朋友 所谓的家会更广大的青年好朋友 就是把我们的年龄放宽 20岁到45岁 只要有重型机车 涉及基隆都可以来申请 现场排队民众 有不少人误以为 全部限额只有2000辆 担心申请不到 才会决定第一天就来排队 我们今天没有说建的上限 那唯独就是前100位 有符合资格的 我们当场会送一定 蛮棒的安全帽 我们的新方案 有些民众比较不了解的 就是自费的问题 0元跟那个299的一些方案 然后我们跟他解释 还有一个就是 光节跟中华华林机车的差别 因为一个是如果你家住公寓的话 就不方便选择这个华林机车 然后如果住公寓的就有建议他们要做光节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骑的旅程数会比较高的话 就不建议用0元支费 此外市政府还寄出了各区前100名提出申请 就可以领取免费的安全帽 因此现场 还是大排长龙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排队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帽来的 那前100名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免费的安全帽 那当然今天的申请我认为是还算踊跃 那据我了解已经应该有1100个左右的民众在今天提出申请 那我们今天收件后也会陆续的来审核 然后呢希望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提供给他们一台好的新的全新的电动机车 民众来泰旧 针对民众要来泰旧 我们也有提供泰旧换新的一个这样子的补助 然后我们也尽量鼓励大家来做公益 我们也会对他们的公益行为来表示感谢 电动机车申请 首日人潮不断 民众精打细算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道 首届的高雄樱花祭 吸引超过6万人次参与盛会 再加上高雄近期演唱会不断 除了高雄樱花祭 天团五月天和大港开唱陆续登场 高雄市政府在推出夜经济优惠迎接歌迷 凭演唱会门票就可以兑换商圈夜市优惠券 让摊商和歌迷都超开心 首届高雄樱花祭台日韩巨星云集 吸引超过6万人次的歌迷 前来参与盛会 高雄演唱会经济持续发烧 高雄樱花祭音乐节 天团五月天 以及大港开唱陆续登场 为了迎接多场演唱会 预计超过30万人次的歌迷 高雄市在七处捷运站 配合演唱会办理兑换2024商圈夜市优惠券的服务 不论是台湾的民众还是外国来的游客 兑换后开心的笑容全写在脸上 也迫不及待赶紧使用优惠券消费 好未来很想去就是会去在任何夜市附近 赶快去任何夜市消费 然后希望高雄市政府可以多办这些活动 最想去任何夜市还有瑞凤夜市用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些诃券 为我们的晚餐 我非常感谢高雄政府 给我们的节奏 我们也可以用这些诃券 为我们的晚餐 演唱会吸引大量人潮 高雄市推出的好康 不只让兑换到优惠券的歌迷 玩得更加尽兴 也让高雄在地不少的摊商 自动开启演唱会模式 延长营业时间 整体生意大幅成长 商圈夜市优惠券的活动 至少就我们夜市达到了三层的业绩 那很多摊商都大白长浓 忙到手软 服务就是甜蜜的负责 那很多民众都会拿这个 商圈夜市优惠券来这边消费 所以我们的经济帮助很大 让我们摊商生意 每个都做得很开心 今天可能会很晚才说他 我觉得这个波段带来不少的 一些来电的量 高雄市政府的用心 让来到高雄的歌迷 除了能参加演唱会 还能使用优惠券 品尝高雄的美食 在游客感受港度热情的同时 也增加当地摊商业绩 创造歌迷与摊商双赢局面 近期台湾食安问题连环报 前阵子的苏丹宏危机也还没落幕 台南市政府除了积极查查 相关产品跟输入商之外 也邀请食品业者共同签署宣言 落实苏丹宏的自主管理 而且南市府还推出 苏丹宏自主管理合格标章 以及本场所不提供 不使用含苏丹宏调味品的标章 希望从源头市场到餐桌 都能让大众安心消费 台南市长黄伟哲 带头在落实苏丹宏自主管理宣言上签名 宣示市府与食品业者 落实苏丹宏自主管理的决心 大家一起共同来签署 面对苏丹宏食安问题延烧 市府陆续查到很多不合格的产品跟厂商 对于如何让民众食的安心 市府多管齐下 同时还推出苏丹宏自主管理合格标章 及本场所不提供苏丹宏调味品标章 让市场 餐厅 食品业者等自主管理 同时也让民众在消费时有个参考依据 必须要给民众一个可以依循或是可以参考的一个名单 所以说我们特别跟各大工会以及各通路业者 以及各源头进口商来密集的磋商 能够在源头的管理的部分 每一家进口的产品都必须提出安全检验的 这个合格的这个文件以及接受政府的检验 第二个在通路上的部分 因为在中游以及下游的这个业者的部分 因为已经上万家 在台南市有好几个 一万多家以上 所以说我们就跟各大工会 透过工会来做一个宣导 邀请大家来做一个自主管理 对于这两个标章 市府也开放给餐厅业者市场自行下载使用 不过黄伟哲也说 标章贴了就要负责 若是贴了还被查到有使用PIMIA 将会受到处分 自主管理的标章贴上去之后 就要接受政府严格的这个检验 我们就会去抽检 然后这个中间如果合格 那就当然是实质民规 如果不合格 内部还有这个苏丹宏 我们就会用严厉的行政的规章来去处理 面对苏丹宏实案问题 市府卫生局 将加重稽查力道 若违反规定者将依法处办 推出标章也是希望业者 落实自主管理工作 共同守护市民健康 记者张瑟维台南报导 新北捷运三环六线中的第二环 新北树林县土城地下段 CQ880A区段标正式开工 28日由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率领施工团队 共同祈求新北树林县土城段的工程 如期如值圆满完成 新北市捷运树林县土城段 CQ880A区段正式开工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出席动土典礼 新北树林县预计在2031年完工 同车后树林区居民前往双北市核心 将缩短半小时的通勤时间 还能转成三条捷运路线 大幅提升双北市民搭乘捷运的便利性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树林县全长13.3公里 共设置13座车站 包括两座地下车站 及11座高架车站 新北市林县土城段 今天正式开工动土 那从我们新北市林县整体来说 我们有三个标 目前两个标已经开工动土 另外一个标就是土城的高架段 那土城高架段 我们会先用预算增累以外 就同时招标 那采取保留结标的方式 能够尽速的来展现 我们的快速的效力 郝友宜进一步表示 本次开工的树林县 CQ88A区段 是土城地下段工程 路线全长2.84公里 工程范围衔接万大中和线 在土城共设置两座地下车站 及三段前顿隧道 最重要的我们新北树林县 的重要性是因为 它衔接万大线以外 也衔接了这个阀南线 还有到了回龙的地方的时候 又跟桃园中线 中和新路线 能够共过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除了让我们树林区 到台北的整个接应系统 可以缩短半个小时 所以对我们整个新北 跟台北的生活 显示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应路 新北捷运局表示建构以新北市为中心的 基北北桃都会生活圈 透过三环六线环状与辐射各条捷运路线 通达基北北桃各个地方 便利市民朋友的交通选择 中华奥会举办2024第二届小小英雄运动会 邀请三到六岁的小小运动员 种下奥运梦想的种子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 有可能带二宝来参加 邀请家长们重视孩子的身心发展 让孩子在玩乐与运动中找到乐趣 小小英雄们宣誓参加第二届小小英雄运动会 消气十足的模样令人会心一笑 中华奥会5月11号到12号 将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举办运动会 邀请三到六岁的小朋友透过运动比赛 让家庭共创无可取代的欢乐回忆 小小英雄运动会 我个人有建议从小爱运动的小孩 长大之后 他的抵抗力、免疫力确实比较好 那经由这一个小小英雄运动会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 也尽而能够关心我们所有的体力运动赛事 进而更能够学习整个运动的精神 如何卓业、友谊、尊重、团结 所以一级数的 所以中华奥会认为说 小小英雄运动会 是对整个小朋友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一次是第二届的整个运动运动会 下个礼拜 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待会有一些儿童会做一些的表演 我在这里先祝我们的儿童节快乐 另外我想体育署在关注幼儿的运动情方面 也希望能够透过运动让我们的幼童能够学习到基础的一个运动的技巧 还有运动健康的一个知识 再将这些所学习到的一个技巧跟知识加以应用 让这些幼童能够培养出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 我想这个对我们在强调幼儿的运动权非常重要的一环 另外我想去年我们中华奥会首次举办这个小小英雄的运动会 那也就是我们当初的口号 就是幼儿版的奥运会 幼儿版的奥运会 那深受我们小朋友还有家长热烈的回响跟支持 那今年奥会一样会邀请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参与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竞赛 让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的精神跟价值 能够升职在我们小朋友的心中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培养我们不管是小朋友 还有大人的一个归运动的习惯 也要借由所有的家长的参与 能够大手牵小手 大手牵小手 带动我们亲子运动的一个风气 能够打造一个爱运动健康热火的一个国家 最后进驻我们第二届的小小英雄运动会 能够圆满顺利 台北市长蒋王安提到运动会除了推广全民运动外 最重要的是期待家长们重视孩子的身心发展 他也会询问老婆是否带符合参赛资格的二宝一起参加 我想不只是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场上面 我们台湾的国手 优秀的选手 站上国际舞台发功发热 而且我们希望将奥运的理念跟精神 还有推广基层运动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再向下小小英雄运动会 我知道好像是从三岁到六岁 很符合我的二宝 所以很希望也有这个机会 在5月12到15号 14号 对不起 11 12 这段期间 去办小小英雄运动会 所以我们很欢迎 所有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大家不只是亲子同乐 而且最重要我们希望孩子们从小培养运动的习惯 我觉得运动其实非常好 因为它不只是锻炼健康 而且像这样的亲子运动 也让整个家庭的感情更融洽 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让孩子有运动家的精神 生不交败不得 而且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反而希望他可以受到一些挫折 也许他对于成绩不满 竞赛的过程有时候表现不理想 那反而能够凑过这样的低潮挫折失败 他能够反思然后重新站起来 或者能够在心理上面做一些调试 我觉得让孩子从小到中学 青少年 甚至大学 我们不只是希望让他的心智上面 能够更加的成熟强壮 我们也希望能借这个机会从小培养 未来台湾最顶尖的运动人才 不只是在未来的职业赛事上面 甚至代表国家站上国际的比赛 场上都能够为国争奉 成为台湾的骄傲 所以再次的感谢 有小小英雄运动会这样子的举办 所以我会尽量跟我太太协调 把孩子五月十一 十二两天的时间 碰出来 然后带我们的二宝 然后身上背着三宝 去参加 三宝大一点就可以参加 先来见习一下 中华奥会致力推动运动 从小开始的理念 经过第一届的成功经验 与广大回向 持续举办第二届 传递奥林匹克的精神与价值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都市的角落里隐藏着许多米奇妙妙屋 也就是堆满杂物 脏乱不堪的房屋 不仅滋生蚊虫 散发恶臭 还可能成为治安的死角 而为了改善米奇妙妙屋的情况 地方政府普遍会强制将个案送医治疗 但这样的做法真的治本了吗 有没有侵犯个人权益的问题呢 引发各界的讨论 房子内外堆满杂物 靠近一点 还可以闻到周遭空气 隐约飘散者一股浓浓异味 但门门风下 整局老鼠探头探老 这种在市区角落中存在的现象 房间给了一个昵称封号 叫做米奇妙妙屋 你好 苗子要走出来跳舞 真的在那里 像那里走来走去 要不要走去看呢 那苗子的记录不是这样而已 还有什么心理有什么字呢 苗子要不然是一种恨他 他在那里头啊 那家里还有红鱼啊 要怕死啊 米奇妙就存在你我居住的邻里巷弄间 要不是家中杂物堆到放不下 移住到室外 不然就是老鼠蟑螂大量聚集 或是散发出的臭味 引起邻居关心注意 进而表达抗议 通报当地里长协助处理 而为了恶劣的卫生条件 恐衍生出传染病的散播 政府单位通常会先开单告发 进行罚还 若情况再不改善 则会通过心理医师的现场评估判断 并依据精神卫生法 将无阻强制送医治疗 那其实在强制送医的部分 大概依照精神卫生法 它有个相关的规范 在精神卫生法第48条里面就有提到 但如果这个精神病人 他可能有出现一些 像伤人治伤之余的一个状况 那他碰到说这个 他非管束他 他没办法去维持他的生命身体的安全 或是预防他人的生命身体安全 这时候就可以去符合到 需要做这个所谓 强制送医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精神疾病的一个 的一个范围里面 其实蛮广的 那其实临床上 我们看到精神疾病 它的一个人血很大 它有从很清醒的一些 像焦虑、失眠 一直到严重型的 像视觉治疗症等等这一类的 它都算在精神疾病的范畴 其实如果他 就有这些囤物的行为 那可能都是在家里面 没有影响到外面 那甚至也没有到 很严重说有这些可能 避免我们资深有 传染病之余的话 那基本上要 启动这个强制送医是有困难的 那这时候我们大概可能会请 看我们卫生局 或是社会局的部分 来介入去关心 那如果也有相关的精神疾病 那我们卫生局这边 是不是可以来协助 有就医的可能性 我可以过来过来 清洁人员拼命清 屋主却在一旁拼命抢回垃圾 清洁人员用接力的方式 把屋内的垃圾 一箱箱的搬运出来 两起个案年龄都已超过半百 同样因为奇特的生活状况 家人都进而远之 久而久之离群所居 减少与人互动 选择寄情于回收物资 或是饰养猫鼠 却引来媒体社会的关注 地方政府一方面为了顺应民情 另一方面顾虑到环境卫生 通常选择将个案强制送医 并进行后续垃圾清除作业 但也导致个案居住在外的家人 措手不及 对于强制送医的适用性法条 也产生失忆 对于强制送医 有啦 放用心啦 病人要强制安置 依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 必须经过专科医生 诊断为严重病人 并且启动紧急安置 首先呢 还需经过两位专科医师的强制鉴定 认为有强制住院的必要 另外还要经过审查会的审查 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够强制住院 所以那个病患并没有经过这些程序 因此它的强制安置程序是有瑕疵的 那另外呢 因为环保局禁区清运垃圾 导致家属认为财务受有损害 如果家属果真能够证明有财务损害 当然可以要求赔偿 社会中有许多隐藏性的垃圾囤积案例 造成邻里周遭的困扰 但多数个案虽没有伤害他人之心 也没有要残害自己意图 却被强制送了医 是兼顾到社会公共利益 还是剥夺了个人权利 法律框架下的制约规定 强制送医在执行面上 确实需要审慎评估 才能让人生自由 及生命产生安全上 受到真正的保障 记者李佳龙专题报导 今年在台北国际书展的荷兰主题书展 3月14日起 移师台南市图兴总管 以穿越时光维度 荷兰文学地景特展风貌再现台南 书展将展出至4月28日 带领民众穿越时光 探索台河400年的文化历史 1624到2024 正好是近代历史上 台湾与荷兰相遇400年的特别里程 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台北国际书展的主题国荷兰馆 也正式移师台南势力总图来展出 就因为台南和荷兰有很深的连结 不管是文学地景 儿童绘本或是强调绘场 全部都是用环保再生的布置 在在凸显荷兰永续发展的多元价值 台南市副市长叶哲三也到场见证 为展览揭开序幕 1624年荷兰来到台南 跟台南相遇了 那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影响台南 影响台湾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把罗马拼音的方式 带到了这个城市 让希拉牙语有了文字 从这边开始回溯那一段历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具有教育性的 透过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 台南市政府以及策展单位 荷兰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作 将台北国际书展在台南重现 让更多人认识荷兰的文化 开心享受阅读 台北国际书展第一次 把主题国馆整个 引到其他县市来一战 这是创取 那当然也谢谢台南市政府 还有团队的努力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主题国馆 但是今年不一样的就是说 荷兰的主题国馆 它是利用可回收 以及可以循环的材质 再利用来做主题国馆的策展 包含今天大家坐的椅子 应该也是 在地的政府都非常希望能够推展 年轻人的阅读 小孩子的阅读 那我觉得把用这个苏展的延伸 再带到每一个市政府来 再带到每一个地方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model 我相信就是说 在台南各个年龄层的人 走进来这里 他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苏展自即日起到4月28号为止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来感受台南和荷兰的历史 现在和未来 记者观集台南报导 在全球气候剧烈变迁的情况下 水变得更加珍贵 为了呼吁民众珍惜水资源 台北市政府为公处花了两年的时间 将每日处理20万吨污水的内湖污水厂 打造成全新的环境场域 透过影音互动与导览教学 让生硬的知识变成活泼有趣的游戏体验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 在可爱的吉祥物带领下 来趟污水处理之旅 请接牌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温德 工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许世勋 及为公处长陈培佳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湖污水处理厂顺利获得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小朋友迫不及待进入室内体验这些互动游戏设施 花费百万历经两年努力 每天处理20万吨生活污水的内湖处理厂 化身为环境教育设施场域 以翻转教室及探索学习为理念打造 希望透过互动影音游戏体验 极有趣的导览说明 让爱水护水的观念向下扎根 我们台北市民每天所产生的污水 是要经过收集 还有很繁复的处理的流程 才能把这污水处理得干净 才排到河川 回收到大自然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市民朋友都知道 这水资源是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才极力的去争取探足基的认证 跟环境教育场子的认证 然后来落实的推广 让这个教育可以从小扎根 让我们台北市甚至各县市的学生 都可以透过这环境场域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做好永续循环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管是水体的污染量把它降低 减少这个制程中的所有的碳排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好的互产品给产注 这一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小朋友 可以从这个实际上的经验去认识到 我们怎么样爱护地球 怎么样在过程中生活中 我们让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对地球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 小朋友一站上去 荧幕就会出现该种营业场所的污水 如何收集到污水场 还有用手点选荧幕 就可以看到生活中使用过的脏水 到底跑到哪去 我们上厕所或者是我们洗菜洗碗 那洗剩下的这些脏的水 或者是不干净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我们主要的第一个互动装置 就是跟大家讲 平常生活中用到的水会流去哪里 那像这个部分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业用水 像是我们餐厅啊 或者是我们洗车场啊 或者是像是我们的一些大卖场 这些用下来剩下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它可能会 里面会有哪一些成分 那就用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的互动设施 来跟大家做介绍 为公处还设计了可爱讨喜的吉祥物娃娃 透过动画带领小朋友了解污水场 如何让污水变干净 甚至还推出实体的小布偶 送给小朋友作为鼓励 因为我们是以前传统的 欢迎教育就是用书本 然后用宣导的方式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比较生硬了 所以我们就导入互动式的多媒体设施 还有一些影像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史威奇的吉祥物 那个就是苏维局 就是污水 它做成吉祥物 那吉祥物我们做成小布偶 那小朋友如果来这边 常常可以送给他一只小布偶带回去 他会有更有感觉 也更有认知之后 可以把这个认知化成为行动 然后落实到每天日常生活里面 这样活泼有趣的环境教育方式 也让小朋友收获满满 愿意当宣导环保的小坚兵 学到了原来污水处理厂处理了那么多东西 几乎快处理了 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海洋 所以我回去都看到水漏着 我都会把它关紧 洗米的水我也都会拿去浇花 除了落实环境教育 微工处也持续进行污水接管工程 希望台北市污水接管率 在民国121年能达到90%以上 还有在民国116年让污水厂达到三级处理目标 处理过的水甚至可以比基隆河水更为干净 目前台北市的污水处理 大部分都是二级处理 还有一部分是送到巴黎厂 只有初级处理就排到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升整体三级处理的比率 三级处理就是比二级处理还要更好 那这样的水值可以对河川更友善 甚至可以在基隆河 在枯水期就可以补助河川的激流量 然后部分可以回收到市区来 给市民朋友来做回收使用 这样就可以降低对自来水的依赖 这样不是对环境更友善更永续吗 购物局长黄一平表示 全国目前77座民生污水处理厂中 有17座具有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有5座取得碳足机标签认证 台北市迪化及内湖污水处理厂 两项认证都有 内湖污水处理厂 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 二级污水处理厂 台北市将持续推动节能减碳 为2050净零碳排贡献心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关于变老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高雄骑山区的一位美法师 步入中年之后反而开启他的斜杠人生 因为不舍剩下200多人的家乡小村庄 他担任社区摄影和社区的走独导览员 保留身影的同时 也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全客家文化的地方 另外他还是个舞者 他的斜杠人生有哪些故事 带您走进齐山福安庄一起去看看 最后我们在天赋乡 也算很高兴的 因为里面都留人家 很高兴的家族独导师 阿哥的都重演的团队在古内 有个家族独导师 熟门熟路地穿梭在村里的门户 赤着脚感受土地的温情 这里是齐山地区唯一的乘客村庄 福安庄旧名姬游树下 邓富雄本业美法设计师 从城市回到这个只有200多人口的家乡 曾经他一心想离开这个生养他的地方 如今多年过去看着逐渐凋零的山区小村 他想起热爱的摄影 决定用一次次快门为家乡留下身影 没想到这些照片成为基有树下社区发展协会 申请文化补助 客委会计划等等重要的资料来源 也让他发掘照片的更多价值 一开始我就纯粹喜欢摄影而已 他们要写计划或者是要照片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照片其实有功能的 以前就只知道去取景拍很漂亮的风景 很漂亮的东西之类的 没有联想到其实我的作品里面 我才觉得好像缺乏了人文 进入社区工作之后我才发现 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你有了那个情感之后 所以在拍照才会注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有长期在外地 也许住了好几十年可能也没有再回来了 然后就是偶尔的机缘下碰到 然后他们跟我说谢谢 我就怎么会跟我说谢谢呢 然后他说谢谢让他看到他故乡的一面 这样子目前的状况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样还蛮值得的这样 因为想拍出有温度的照片 带来更多影响力 邓富雄仔细钻研这里的历史 每一间房子每一块砖瓦 他都如暑假针 因此除了美髮师摄影师 他的斜杠人生不止于此 还兼社区走读老师 透过导览让更多人认识 这个朴实却饱含文化底蕴的村庄 说什么广想中华文化之类的这些 很励志 所以我们有得到那个社区开模 对 我们之前有 我们之前有让老年人来 那个就是走踏 然后猜猜看 像那些字不见的 然后猜猜是怎么字这样 你们两个一定没有听过 他绝对听过 你看我同年龄成的 就是两个孩子恰恰好 一个孩子不嫌少 身兼多职的邓富雄 因为还得抽空处理社区大小事 得空时他会走进山林小溪 这是先祖翻山越岭开庄的古道 也是他一遍遍重新回味 童年的时光隧道 这古道可以抽到哪里 林山 在我有印象中 就是在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有煮法 然后枯水期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用做煮法 枯水期的时候 只要设系就可以过来这边 礼拜六礼拜天 会跟着家人 然后坐着牛车 过来这边耕作 然后牛车上面 就放了那些光碗瓢盆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 中午就在这边煮 然后就直接就饮吸水 男子前妻的吸水 这样子煮中餐人 邓富雄赤脚感受大地自然的滋养 总是用热忱驱动生活的他 还有一个常才 就是跳舞 邓富雄从小家境并不富裕 加上长辈观念保守 年轻时他在都市讨生活不易 尝试过在舞厅当dancer 但面对长辈仍需要躲躲藏藏 中年以后回到家乡 他反而敢于做自己 到社区大学学起心灵舞蹈 拓展人生下半场的新赛道 当然没有啊 我不可能让他们知道 对啊 我不可能让他们知道的啦 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是 那个环境允许的话 我会选择跳舞这条路 我觉得他让我很开心很快乐 我就希望就是能够表现自己 然后贴近生活啊 对啊 我现在下水然后上来的时候 也会在淋巴里面打滚 对啊 谈起当初为何要离开 又为何要回来 邓富雄的人生底色 就是随着困境转换思维 他不想后悔任何 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 也认为自然就是最好的 村庄的人一直在流失啊 然后老年人一个一个的过失 其实我很害怕 我害怕去面对 对 所以我选择逃避 一般的人回来都是 五十岁六十岁 甚至于更老才回来 对啊 会来养老 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 然后在农村这种地方的生活机能 又那么差 然后你加上年纪大 然后身体不健康来讲的话 那更不方便 所以我很庆幸我很早就回来了 村庄有时候做一些文史调查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他们说要找村庄的祈老 怎么会找我 为什么变祈老了 你会害怕自己变成祈老 不会 并不会 我觉得 表示我有那个分量啊 这应该觉得自豪吧 年龄 从长相跟外表是没有办法去更改 没错 可是我觉得我多了一股灵气 那是生活经验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怎么看我觉得还蛮顺眼的 对啊 然后老不老 那个是其实是你们对我的看法 可是我心态我是觉得很年轻 年轻人可以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 对啊 心态不老才是最重要 美法设计师 摄影师 社区走读文史工作 或是舞者 只要心态不老 年轻人能做的 他觉得自己也一样能做到 他自成一格的不老哲学 还会再继续蔓延绽放 现今讯息传播快速 真实性及正确性很难辨别 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 特别前往中西区五条港里 带着最新的线上游戏 你搞懂了没 教导60位长辈何为媒体试读 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 持续深入林立 和长辈宣导媒体试读 在课堂中讲解 认识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 要用不同的角度 判断讯息真假 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同时也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ct身为技术 教长辈用肉眼辨别人脸 造假影片的方法 也呼吁手机内的 卖投资群组 不要轻易相信 感谢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 第一台台台湾五条港社区 现在诈骗的东西很多 有时除了那种 我们现有看到的 警察局的凡算得以外 这些公伙是大 有时候很多都比较独屈 不然今天是大社会 希望可以帮他们选择 帮他们教一些 比较重要的方法 为了使媒体试读 能轻松记住 中家宽屏特别开发 线上游戏你搞懂了没 设计八道是非题 包含公民传播权 讯息听看听等 考验长辈们对真假讯息的 辨识力与抵抗力 我感觉今天想这个课真好 让我们大家对内面的这个 这个政界的小心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 政客的严格的机会 很感谢那个中家宽品 让我们了解在网路诈骗 那以后我们会 因为我这个资讯 我们这个尝试 我们以后就不会被诈骗了 媒体都是属于就是很公开化的 所以是说如果说那个太公开化的话 事实上要让那个社会大众明了一些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认识媒体预防被诈骗固然重要 健康也要兼顾 讲师许曼珍特别在课程结束后 播放去年所制作的舞蹈MV短片 邀请片中主角们带动跳 现场气氛相当欢乐 中家宽评三贯王双子星 总经理陈建村表示 媒体试读所有课程全都免费 欢迎有兴趣的社区学校机关 踊跃洽询 记者人说欢迎看的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